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两天都有注意到台风的一个新闻 尤其是这一次的一个台风 事实上是来势汹汹的 那微博在这边也提醒各位 在包括人身安全 包括防台的准备 必须要做好 我还是希望各位都可以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才可以面对 接下来下个礼拜的一个台北股市 因为明天很有可能会 就是休假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 大家都可以平安 台风不要造成很大的一个灾情 那我们先回到台北股市 来做一个说明 这一阵子的台北股市 几乎都是涨 涨一天给你跌一天 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不晓得各位 你有没有观察到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这一段时间的台北股市 大概就是在这边区间做震荡 在这个位置点 好 那比较明显的就是 这个叫脱欧公投的事件 然后又持续的一个礼拜涨上来 是做多买股票的啦 那你可问问自己 这段时间你有赚到钱吗 其实你从盘面结构 大致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上市的一个 比较强势的个股上涨的 尤其是涨停的个股 那除了你看到的这个F重达 是58块以外 各位你看其他的甚至连20块都没有超过 还有这个3块的啦 5块的啦 事实上上涨的个股 我们来看F重达好了 今天F重达涨停板啊 但事实上它是跌了一段时间的涨停板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每天的盘势会让你觉得说 当美股下跌造成台股大跌 当英国脱欧造成台股的下跌 都可以涨得上来 感觉起来台北股市好像真的很强势啊 从这盘势来看台北股市真的很强势啊 但是你仔细给它想一想 台北股市其实还是在这个压力线的一个下缘 它并没有有效突破 而且你再细向一点去做区分 你买股票真的有赚钱吗 我想这部分不用针对别人讲 也不用拿 比如说像很多很多投顾节目会讲说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或怎么样 不要去吹嘘那些事情 其实投资人自己问问自己就好了 你这一段时间到底有没有赚钱 我讲的不是那种短线哦 比如说当冲今天冲 今天赚钱明天赔钱 各位我讲的是 你的整体的一个资金部位 有没有增加 我想这是最好的答案了啦 所以这个也是 微博提出来 在节目一开始提出来 很多人看到今天的上涨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行情又来了 然后看到行情的上涨 股票开始涨 然后又跳进去追了 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 看到行情涨去买股票 你可能只会高兴的半天 高兴的一天 结果隔天产生套牢 结果过一段时间发现 你所买的股票都赔钱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哦 所以我希望 接下来可能会有台风假 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 各位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微博提 反方向的提出来 给各位去思考一下 这一段时间 让各位觉得这个盘势很强势 因为跌不下去嘛 从指数部分来看 现在还维持在8600点嘛 对不对 今天的台北股市收盘涨65点 还在8600点嘛 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 你有赚到钱吗 你做多的啦 你仔细去想一想 台北股市为什么还是在这边区间 并没有像这样子明显的上涨 没有像这样子明显的上涨 这个是反过来提供给各位去做一个参考 但是我们细向一点 先讲一个短线的部分 我们以今天的台北股市好了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65点 对不对 好 今天的台子期货涨比较多 涨93点 那因为目前 因为前段时间的一个逆价差 高达200点 那这一段时间是台股的一个 密集除权除息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指数事实上它被压抑住 你会发现 期货有时候都涨得比大盘还要多 这个叫做价差的一个收链 但是这个部分我要让各位思考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上涨 昨天不是跌吗 对不对 很多人昨天跌的时候看不好 今天涨的时候又看好了 我们先弄清楚为什么今天上涨的主要原因 那所有操作都可以有依据 用依据就可以来做一个有效判断了 微博先给各位看一通 我们昨天给会员 尤其在期货会员尾盘的一个讯息 今天是7月7号 昨天是7月6号 这是昨天为止 已经到了收盘 1点14分的时候 期指会员收到的讯息 从台子07的30分线不是指标来看 短线已经进入低档了 有反弹的可能哦 好 各位我们再看一次 这是昨天的尾盘哦 各位记得昨天尾盘是大跌的吧 很多人搞不好 昨天尾盘的时候还去加空啊 但是微博特别发一个讯息 我说从昨天台子07的30分线来看 尾盘已经进入低档了 有反弹的可能 你可能会觉得 这么臭巧今天就上涨了 对不对 包括今天棋子涨了93点 各位 所有判断都是有依据的 近期微博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日线不日指标是判断趋势 30分线不日指标是判断短线 那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台北股市 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所谓波段上涨走势 你会看到这一波几乎都在这边上下做震荡 对不对 比较大的一个跌幅跟涨幅是因为 所谓的拖欧公投的一个事件 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在这边 它没有像之前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走势 所以这一段时间微博一直跟各位提醒 包括跟我们的会员提醒 我说要特别注意30分线的不日指标 好 从昨天的30分线不日指标来看 其实已经进入了低档区了 那各位 今天的上涨正不正常 我认为很正常 也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 昨天跌下来今天又上涨 今天又要开始往上可能要走一波了 我跟各位同学朋友讲 今天的上涨它是建立在30分线的上涨之下 所以各位 接下来你要特别注意30分线的脉动 我把今天的30分线给各位看 你就会很清楚了解到一件事情 这是今天台硅股市涨93点 对不对 好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切换到30分线给各位看 我们回到昨天的尾盘 这是昨天7月6号1点45分 昨天不是大跌吗 好各位 但昨天尾盘的位置点30分线来到哪里 我们看一下不日指标 动能线12 趋势线17 没有错 这就是我昨天讲的这一通讯息的内容 我说从30分线来看 短线已经进入低档了 也就是各位 昨天的收盘位置点在这边 请问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不日指标 要有高低档之分 80到90以上它叫做高档区 20到10以下叫低档区 从短线30分线来看 昨天其实已经进入所谓的低档区了 因为昨天的不日指标 已经从高档来到低档区 所以今天一旦30分线不日指标向上 今天出现反弹上涨 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所以昨天尾盘的动作 我有跟我的会员说 我说这个地方因为短线已经进入低档了 它是有反弹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 这是昨天 因为这是7月6号到尾盘 尾盘下跌的台北股市 起指的部分 各位你是不可以追空的 你如果追空 今天就被往上嘎到了 真的要放空应该怎么样 应该等反弹再空 什么意思 因为今天的30分线是持续向上 那会反弹到什么时候 等到30分线 我们这样说好了 如果接下来的开盘 比如说下个礼拜的开盘 30分线又持续的向上 那这个盘还会反弹 但是如果30分线它没有向上 它可能向上一段时间 再度转为向下哦 各位 还是有拉回的可能性哦 各位记不记得 在昨天节目微博有特别拿出这一张 这个是7月1号的时候 当时候大盘来到了8738点 7月1号是哪一天 7月1号是这一天啊 也就是从8374点连续上涨的第五天 但是这一天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做提防 提防什么 我说要提防30分线不日子比较向下 如果一旦30分线出现向下的话 会出现拉回对不对 但是7月1号还没有啊 我给各位看30分线的7月1号好了 你会更清楚吧 我们把它回到7月1号 来 这是7月1号的位置点 没有错吧 好 7月1号以前的台北股市 期货都是出现上涨 为什么 因为30分线都向上 所以上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来到7月1号那个时候 我们特别注意 而且我说一定要注意30分线 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候7月1号来到这个位置点的时候 整个30分线已经开始进入高档区了 所以当30分线在这个位置进入高档区的时候 我们在提防什么 提防它转为向下 但是它7月1号转为向下了没有 没有啊 我们拉近点看 7月1号的时候动能线96.33 趋势线96.12 并没有转为向下 它还是向上啊 所以它还是向上的时候 只要它没有向下以前 它还有机会往上创高 但是各位 这个地方短线来讲它叫高档 一旦向下 什么时候向下 到这个时候才向下 很明显来 我们拉近点看 动能线95 趋势线96 确定黄色已经跌破了嘛 所以当确定跌破 它确定转为向下的时候 这什么时候 7月4号 所以从7月4号也就是各位 你看一下 从日线来看 7月4号刚好是这一波的最高点 当天的一个讯息内容 微博也发给会员 我说台股开盘的日线 不是指标 它虽然还是向上的 但是 30分线 它已经在高档了 短线台股 在大涨的机会 其实并不高了 我们不建议当时候就最高 因为7月4号 如果你最高的话 你会赔钱 包括7月4号的时候 你的做法 你就不能做多 你就必须以放空为主 所以你会发现 当7月4号 30分线向下 是不是一路的向下 一路向下 然后包括昨天的重挫 到昨天呢 到昨天的 30分线 已经来到了低档区了 所以当昨天的30分线 来到低档区的时候 各位 昨天7月6号的时候 我说 30分线短线 已经进入低档 它当然是有反弹的可能啊 各位 所以昨天的时候 你要去追空吗 你会发现 微博跟各位所分析的 完全都是依据 上涨跟下跌 你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就以今天来讲 以上个礼拜来讲 因为上个礼拜 大跌的时候 你如果去追空 那今天被往上嘎 今天开盘的时候 你追空 又被往上嘎 原因就是因为 今天的30分线 一直都是从低档 然后转为向上的 所以微博再次一次 跟你强调 就是说 无论是操作旗子 或操作个股 你在市场上 你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依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面对的不是只有获利 你在面对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冒风险 也就是当你在下单 当你在不管你做多或做空都好啦 难道没有赔钱的可能性吗 那如果说你一旦弄错方向 你不晓得怎么去做一个有效判断 你没有一个操作的依据 那我请问各位 你如何做判断 这一段时间 从台北股市看来好似乎很强 你会发现 就算大跌了 隔天又有机会再往上涨上来 所以很多人会跟各位讲说 各位你看喔 只要出现了大跌就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大跌是买点 大跌就有机会往上涨 然后大跌是买点 然后大跌机会又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大跌又是买点 但是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 微博就提醒各位 这一段时间感觉都在涨啊 没有错啊 但是真正的压力区突破了吗 你看这是这几个月以来的压力区 真的有突破吗 这是指数部分 那反过来讲个股 个股部分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这就是微博希望提出来 让各位去反向思考的 反而我们带会员放空的股票 反而都获利中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大涨 微博带会员放空的股票 8086红杰科 涨一毛 对不对 一样啊 今天大涨 但是我们放空的可乘 一样是下跌 我们今天微博手上个股 涨的比较多的啦 就是我们放空涨的比较多 是这一档啊 叫3008大力光 这一档是今天微博 我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微博放空 个股里面涨最多的 其他也没有涨很多啊 3081微博放空的联雅 一样也没涨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反向 让各位去思考一下 就是希望各位 不要陷入陷阱里面 台北股市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 大涨上涨啊 让你觉得这个盘不会跌 你就会去买股票 你就会去追股票 但是往往结果却不是那样子 所以微博希望提供出来 给各位知道 你在操作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一个明确依据 当你有依据 那我想 其实就算接下来有风险 你都不需要去担心啊 好那我想这部分提供给各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最近微博发现 有很多个股 他们是 纷纷都已经来到 所谓的高档区了 很多人来到高档区的股票 他没有风险意识 他偏偏都去买在高档股票 这类似股票越来越多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微博提供 等一下我们提供给各位知道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出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出 五分出 好 成都独顾 陈老师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 五五折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 五五折 虽然出现 02752-5868 2752-5868 五分出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wn life 得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股票的一个操作 操作原则逻辑没有改变 还是以Bridge指标向上 以及Bridge指标向下为主 那向上的股票 其实还不需要担心 因为Bridge指标向上的股票 它还有机会往上涨 比如说 举个例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3163 ProV 那ProV上涨 它就是建立在Bridge指标向上的状况下 你会发现当它Bridge指标向上的时候 有机会走一波 向上会走一波 但是它向下的时候 它会进入整理 如果它持续向下 它也会拉回 但是没有啊 像这种股票 微博就不可能放空它 因为它Bridge指标一旦向上 各位是不是就有机会往上涨 哪一天向上 这一天啊 动能线66 趋势线65 对不对 确定向上嘛 所以当它整理完 确定又向上 你如果去空它 不就被往上嘎了吗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买的股票 以这种为主 但是因为现阶段买股票 有很多现金 所以微博会选择 去带会员做放空的个股 那放空个股你也不能乱空哦 你必须要以Bridge指标向下为主 为什么 因为Bridge指标向下股票 它比较有拉回的可能性 这一段时间讲很多个股 你看这个都是大家之前很喜欢的 3293星象 为什么星象一直跌 对不对 涨上去再跌下来 涨上去再跌下来 因为它目前的方向是向下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再来讲一档生机累穀好了 各位可能都感觉不出来 从这边看 这是浩鼎 这一段时间浩鼎也都不会涨 各位 为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它Bridge指标是向下 同样意思嘛 对不对 微博再来举一个很悬殊 也就是通常是陷阱所在的个股 所产生的状况 我想这一段时间应该 你如果打开电视机的话 会有很多分析师跟各位推荐这档股票 叫3630的星聚科 各位 今天的星聚科很强哦 早上非常非常强哦 强到让人家吓死哦 但是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这种股票 就是让人家 最害怕的 当天买到 当天赔钱 当天套牢 但是如果你用不日子票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之前 星聚科这档股票 一直往上涨的原因是因为 它不日子票都是向上 所以如果当不日子票向上 你去买进都没有关系 但是各位 当今天星聚科往上冲高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不日子票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动能线84 趋势线89 这个黄色的动能线 有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 并没有哦 它是呈现向下哦 之前这边都是向上对不对 没有问题对不对 所以它会上涨对不对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点 它方向已经跟你讲 它改变了 它如果没有再度向上的话 它不会往上再往上涨 那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 看到股价上涨 赶快去追价哦 一追价怎么办 哇当天套牢 但是如果你有依据的话 各位都是朋友 你今天会去买星聚科吗 你今天你绝对不会去买星聚科 结果你又发现 每一次都在追高了 其实星聚科这档股票 从不论指标来看 它已经是来到高档了 你如果真的要买 应该是等拉回 而不是去追高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从星聚科的不论指标来看 各位你看它涨上来到这边 这个位置点的星聚科 都已经来到所谓的高档区了 因为从不论指标的部分 我们有特别教各位嘛 怎么去判断所谓的高档跟低档 因为80到90以上它叫做高档区 所以来到高档的位置点 你偏偏喜欢在这个高档的位置点 去买股票 那你不就是套牢在高档吗 往上到高档应该是卖股票吧 怎么会在高档买股票 应该是在低档买股票吧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逻辑意思吗 其实这类似股票有非常非常多 再举例个一档给各位看 这种也是很明显的在高档的股票 这一档叫4984 科纳 好 你看科纳的博瑞指标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这是科纳之前从46块这个地方 一路涨到80块 这个没问题对不对 因为它是上涨对不对 好我请问各位哦 很多人在低档都不会买股票啊 这个位置点的科纳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动能线14 从我们博瑞指标教学里面说得很清楚 20到10以下它叫做低档 80到90叫高档 那如果来到2010以下叫低档的话 各位这个位置点是买点还是卖点 所以从博瑞指标低档的位置点 它一旦向上 它不就有机会往上涨吗 好重点来了 很多人不会买在这边 很多人是涨上去的时候才去追 好各位 再追也没关系啊 向下你也要懂得卖啊 我们随便看这个位置点的科纳好了 这个位置点的科纳大家都喜欢去买 但是反过来看你会发现你在这边买 除非你做短线 买了就卖 买了就卖 不然的话你很难赚到波段的钱 你不像这边可以这边买 然后赚到波段的钱 来到这个位置点 请问是不是进入高档区了 这个地方都是高档区了 从这个位置点以后都是高档区 那高档区还没关系 它还不会跌 一旦等它向下 各位等它向下 它不就开始跌了吗 哪一天向下 这个位置点向下 很明显嘛 动能线90.12 趋势线90.41 很明显是向下 所以当它向下了 各位股价不就拉回了吗 这就是我现在要提醒各位的了 因为目前台北股市 有很多股票已经都是涨到高档区的 我不希望各位再把自己的钱 投入到高档区的股票里面去 所以好好利用这几天 检视一下你手上的持股 并好做好所谓的一个应对动作 那下个礼拜 我想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动作 如果想要跟上微博的动作的 那我们一样提供给各位这样的一个方案 包括博日指标也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知晓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好无知风险 好无知 请纵分出 吹GITY啊 请唸GITY啊 无很多 无很多 不好意思 好 陈东独播陈老师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虽然出现027525868 27525868 陈东独播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工地形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大推荐 027525868 27525868 全东独播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陈东独播拥有股票 期货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独播值得托付 027525868 北都开拍内超值游会 双小号 新世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心 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